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小木偶 老爺爺做了一個小木偶 他的名字叫皮樂休 在天使的幫助之下 這個小木偶會說話 亦都會走路 老爺爺很開心 決定送他去上學 在上學的途中 皮樂休遇到貓和狐狸 狐狸說 我們要去看馬戲團表演 你也一起去吧 好奇的皮樂休 就跟著一起去 結果他不僅被賣掉 還被迫上台表演 皮樂休被關在籠子裡 天使問他 你為什麼沒有去上學呢 皮樂休不敢說是自己貪玩 他欺騙天使說 都是貓和狐狸帶我來看馬戲團表演 搞到我被關了起來 皮樂休說完 他的鼻就立即變得很長了 天使說 如果你說謊 鼻就會繼續變長 皮樂休只好說真實話 於是天使就救出皮樂休 並且把他的鼻變成原來的樣子 第二日 皮樂休在上學的路上遇到學校的同學 同學對他說 上學很無聊 不如我們一起去玩吧 皮樂休又跟同學走去玩 結果 皮樂休的頭上 就長出了一對爐子的耳朵 啊 他居然變成了一隻爐子 皮樂休說 天使我知道錯了 以後我一定會聽話的了 天使又將他變回原狀 當皮樂休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發現老爺爺不見了 皮樂休非常擔心 他決定去尋找老爺爺 皮樂休不小心掉進大海裡 還被瓊魚一口吞進肚子 他在瓊魚的肚子裡遇到老爺爺 原來老爺爺蛙船去尋皮樂休的時候 也被瓊魚吞進肚子裡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皮樂休擔心地問老爺爺 老爺爺就說 你不用擔心 我有好辦法 老爺爺用斧頭 將船砍成一根根木頭 他們用這些木頭 在瓊魚的肚子裡生火 瓊魚覺得熱 就咕嚕咕嚕地喝了很多水 瓊魚用力噴氣 就把皮樂休和老爺爺都噴了出來 皮樂休因為貪玩 完全不記得老爺爺和天使對他的期望 一而再這樣逃學 令自己陷入危險的困境 小朋友 你會不會都想多點看電視 多點玩遊戲 而不記得做功課呢 專心讀書是學生的本分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哦 千萬不能偷懶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小木偶 老爺爺做了一個小木偶 名叫皮樂休 在天使的幫助下 這小木偶會說話 也會走路 老爺爺很高興 決定送他去上學 在上學的途中 皮樂休遇到貓和狐狸 狐狸說 我們去看馬戲團表演 你也去吧 好奇的皮樂休就跟著一起去 結果他不但被賣掉 還被逼上台表演 皮樂休被關在籠子裡 天使問 你為什麼沒有去上學呢 皮樂休不敢說是自己貪玩 他欺騙天使說 都是貓和狐狸帶我來看馬戲團表演 害我被關起來 皮樂休說完 鼻子立刻變得很長 天使說 如果你說謊 鼻子就會繼續變長 皮樂休指好說實話 於是天使救出皮樂休 並把他的鼻子變回原狀 第二天 皮樂休在想學的路上 遇到學校的同學 同學對他說 想學很無聊 我們一起去玩吧 皮樂休又和同學跑去玩 結果 皮樂休的頭上 掌出一對老子的耳朵 啊!他居然變成一隻牢子了 皮樂休說 天使我知道錯了 以後我一定會聽話的 天使又將他變回原狀 當皮樂休回到家時 發現老爺爺不見了 皮樂休非常擔心 他決定去尋找老爺爺 皮樂休不小心吊進大海裡 還被瓊魚一口吞吊 他在瓊魚的肚子裡遇到老爺爺 原來老爺爺蛙船尋走皮樂休的時候 也被瓊魚吞進肚子裡了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皮樂休擔心地問老爺爺 老爺爺說 你不必擔心 我有好辦法 老爺爺用斧頭把船撼成一根根木頭 他們用這隻木頭在瓊魚的肚子裡生火 瓊魚覺得很熱 就咕嚕嚕地喝了很多水 瓊魚用力噴氣 把皮樂休和老爺爺噴出去了 皮樂休因為貪玩 完全忘記老爺爺和天使對他的期望 一在地逃學 而使自己陷入危險的困境 小朋友 你會不會也想多看電視 多玩遊戲 而忘記做功課呢? 專心讀書是學生的本分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千萬不可以偷懶啊! 多謝大家收看小木牛這個故事 如果你都喜歡這個故事 請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